请师姐先聊一下 对我可以聊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我的经历真的是 我女儿今年四岁了 我是怀孕的时候 就是有那种nesting的冲动 就是想让自己家里变得整洁 漂亮一些 然后我就开始读那个 那个怦然心动 叫什么 Spark Spark Joy 有一本书叫Spark Joy 就是那个日本女孩写的 然后我就 我就从那儿开始 然后就 然后也搜索到一些 那个YouTube的视频 就是很巧 就是我正好有这个想法 然后那YouTube又推荐 推荐给我一些视频 我看了很 就很受鼓舞 所以我就 那个时候真的是 用那个Merry Congo的方法 就把家里的 基本上把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 都归类一下 然后都是按着它那个标准 是不是让你 Spark Joy 对 然后就扔了 我其实当时扔了 可能有十几袋的垃圾的东西 对 然后 然后家里的家具 也卖了一些 包括 包括我 从来都不喜欢的家具 但是买了以后就摆在那里 但是就一直很觉得碍眼的家具 然后也 get rid of get rid of 就是处理掉了一些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因为就一般 就是那个 nesting都是想买买买 然后结果师姐就想 因为想变漂亮 所以反而极简了 就是想让家里更舒服一些 对 对 就说明就是 过度化消费已经造成不舒服 就是这样的感觉 是的 是的 然后 然后我 我从我个人来讲 我从小就是一个 就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 然后就是家里的东西就 就不知道 就是 就很 就有的时候找东西就找不着 然后 自从我学了一些几点的概念以后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在 他都有自己的家 就是找东西就 就很少找不到了 所以这是我 对我来说是 是最大的一个 一个benefit 最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要不我们今天 也是时间有限 然后就专门聊一下 关于家具的话题 对 沙发 那师姐 你们现在还有沙发吗 我是 我是有沙发的 而且 现在还有沙发 用的多 是 还挺多的 所以沙发 我可能暂时不会 不会去剪掉 昨天晚上 我们一家人 刚一起看了一个电影 对 然后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还挺早 就看见就是 就是电视上可以设那种平榜 放一幅画 然后就就放一眼 就觉得就 非常的舒服 对 反正就是对 就可能这也是一个个人的事 因为是就是窝在里面 就是让你不想再起来 然后另外就是想让你去拿一盒爆米花 然后就是你窝在 就是你坐在里面很难保持一个 就是高能量的姿势 可能保持一个就是挺平坦的姿势 就是你时间久了就会负能量的积累 就是有一本书叫高能量姿势嘛 就是讲就是实际上你姿势表情 完全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还有状态 对他就是讲这个 而且完全是就是是科学的 就是演员在接受训练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情感 你就直接做那个表情 你就会慢慢达到那个情感 然后还有人 包括人为什么能读懂表情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看你的表情的时候 我会瞬间就是模仿一下你的表情 是那种什么非常非常什么毫秒级别 那种模仿 就是我会毫秒级的模仿你的表情 然后我通过做这个表情 我才感受到你的感受 就是这个是科学研究了 所以就是表情啊姿势 包括姿势 你是高能量姿势 就是你是挺平抬头 还是就窝在那里看电视 窝在那里看手机 就这个姿势本身 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身体心情 对和你的就是感受 所以就是我是就是绝对是不喜欢沙发这个东西的 对 就是这有一个投影仪嘛 然后投影仪打到墙上 然后我看一些想看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里登车 然后这里有瑜伽店 然后瑜伽球 这个都是我们的沙发的替代物 OK那很好 地上一般都是挺干净的 然后就觉得以前可能在小的时候 在家里觉得这会儿地上是不能坐 坐椅子和沙发 但是现在觉得就是地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巨大的家具 可以随时随地坐到地上去 对 地上的话就是经常有一些就是这种就是这种step stool啊 这step stool我们家就是到处都是这个step stool 因为小孩自己想拿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需要这个step stool 所以这step stool也都可以当一个椅子 然后就是地毯了 然后就可以坐在地毯上抱一个茅台 然后看电视 就也都挺方便的吧 这个就是书架怎么解决的 就我们家有好多好多的楼梯 就是现在有好多好多楼梯 我就直接就在楼梯上 所有的地方 所有楼梯上都盯了一排书架 书架怎么解决 然后包括楼下楼梯 反正就所有有楼梯的地方 我全都就是一节一节盯上书架 然后实际上就是楼梯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座位 我觉得楼梯可能就 就对我们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沙发替代品 就是比如说坐在沙发上看书 我们就就是走到哪就可以坐在哪 中方不就有一个island吗 然后这个island上面 就是这个吧台的地方 正好就可以放两个椅子 就可以放更多椅子 但我们就是现在就有两个椅子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吃饭 然后这两个椅子 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搬过来 我可能会建一个island 但是暂时那个餐桌还是需要餐桌的 但是餐桌我已经是尽量不往上面放东西 因为餐桌就非常容易 你会来把所有东西都挡不到上面 就放到上面就很乱很难看 对所以我就是尽量不在上面放东西 然后我的餐椅是我买的折叠椅 所以平常也是不在视线里面 就稍微一个通透了 吃饭的时候拿出来 对 对所以就是世界还挺在意 就是审美的这一点的 对对视线 技术视线还挺在意的 对 其实我觉得我的审美倾向可能跟你差不多 我看见你这些房子是很愉悦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男朋友如果看见这样的房子 他可能就是 他不会有同样的愉悦感 比如说我现在还省掉的就是椅子吧 就是就是也是我之前说的 呃我白天的时间都是 嗯就是站着的 很少有坐着时间 比如我现在我实际上是跪在这里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工作的时候 你就是站一整天 你很很累 然后我有一个这个 我有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懒的沙发 就可以坐在这 哦 i see 所以你的你的工作的地方是 你工作工作桌是是那个stand desk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家只有两个家具 我们家只有两个家具 就是除了那个钉在墙上那种kitchen 外的两个家具就是两个生象桌 i see 对我觉得书桌一定要生象桌 生象桌就是 嗯真的特别方便 然后而且生象桌降到很低了之后 就是嗯小孩也可以用 哦 对 所以 对就两个生象桌就很够 因为我一个电脑不会站整个桌子 我一个电脑就占有桌子三分之一 然后 小孩也可以用桌子 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特别特别小的小桌子 对 然后还有两个那种折叠的 可以camping的时候也可以带着那种桌子 然后就没有 哦 OK 对 因为我的桌子也是一个 不让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是用 用了两个显示屏 还有个laptop 嗯 所以这个桌子就显得很乱 哦 但是我也是想买一个生象桌 因为我快搬家了嘛 我也是想再买一个生象桌 到时候我可以问一下你的推荐的什么品牌之类的 哦 行行行 我现在现在就告诉你 师姐 就是我觉得local不一样 加州这边好多好多local的 就是 哦 OK 就是它不是买的是那个店里正牌的 它等于说是正牌东西的供应商 就可以在Facebook上这种地方找 然后买的就是便宜很多很多 嗯 可能没有五折 但是也有六折那种 而且你可以换桌板 比如说像IKEA 还有那个 嗯 就很多网店都可以买 就是你喜欢的桌板 然后他就卖给你底下这个东西 你可以听你喜欢的桌板 IKEA是可以这样 IKEA也是比较便宜的 我看那我看中的一个桌子大概有100块钱嘛 但是IKEA的那个质量实在是 我看那个桌子有摇杆的 有点晃 它有那个电动的 但我觉得它就就就有点晃嘛 所以我 但是你在网上吧 你就更不知道它晃不晃 就哦不对 然后我们是Facebook 它是有具体的店 然后我们就是到店里去买的 哦 这个样子 对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厂 特别特别大 巨大的工厂 哦 它等于说是那些正牌东西的供应商 对 回头我 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了 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在Facebook那边找一下 然后就直接去店里面拿的 哦 OK 加州还有这个好处 哦对 然后我刚才想起来就是 还有一个我极简掉的家具 就是床 就我们就是一个床垫 睡在睡在下面 嗯 嗯 对 这个 嗯 就是因为屋子是地毯的 然后这个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了 就我觉得就是 嗯 就是我之前玩Coffee 反正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比较喜欢日系的这种东西 对 日本都是睡在地上嘛 就是看日剧啊 动画啊 都睡在地上 然后一家人就是睡在地上就很温暖 然后嗯 不睡在地上的话 我们有一个床垫 然后有小孩的话 他完全不用担心 他从床上掉下来的危险 玩的时候在那蹦蹦跳跳 也不会担心他摔下来的危险 嗯 对 挺好的 那你有 地上也是地毯 那你有那个床边的那个那个 night stand吗 叫嗯 床 就是 床头柜 嗯 没有 OK 那你晚上喝水 那是什么 放在哪里 嗯 床台 就 就有床台上 而且晚上也不喝水 OK OK 对 对 然后就是床头柜这个基本上就 嗯 没有过 因为 就我们家就是一个屋 那个屋睡觉的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睡觉 因为我觉得睡觉的时候 就应该什么都没有 就躺到睡觉就OK了 对 喝水我晚上不喝 嗯 喝了还得上厕所 多麻烦 对 挺好的 就直接倒点就睡觉了 嗯 就什么都没有 对 就是一个床边 床头柜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考虑 其实我也没放什么东西 就是 小孩的衣服 放在床头柜 嗯 其实上面就摆了点照片什么的 就也没法用 嗯 嗯 对 照片可以贴在墙上 我还想贴一个照片墙 嗯 对 然后 对 照片也可以放在电视上 然后就一直这么放 嗯 嗯 对 然后我也没有放那种照片 然后床头柜确实 嗯 感觉没有什么东西 衣服的话就是 现在就是小孩特别 开始需要自主 就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干 这给他弄了一个自己的衣柜 也是IKEA一个很小的 然后他衣服也不多 OK 让他自己就是拉开就可以 可以自己穿 对对 我女儿也是的 哦 我觉得女孩更是这样 好多女孩好像喜欢挑自己 穿什么衣服 她在家都要穿裙子 她在家要穿夏天的裙子 哇 啊 我觉得有男孩特别有利 极简 有女孩可能是 another story 有男孩可能比较更简单一些 就是不怎么care 哪件衣服都觉得挺好看的 是 我要把沙发卖了 估计我男朋友也 他也会再买一个吗 哈哈 对对对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这个是 对 这就是你 你一家人怎么协调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羡慕你 因为你和你的老公可能都是同样的审美 审美趣味 就是你们 就是这方面 我老公也不太需要沙发 对对对 我老公属于那种 他只要一个电脑就可以了 就是说 浪迹天然海角 只要一个电脑就行的那种人 就比如说我的父母吧 他可能就喜欢家里面买一点 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饥饿的人嘛 所以他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脑回路 可能跟咱们这一代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 也比较苦恼一些 因为他们不让我扔东西 就是已经不喜欢的衣服 也不让捐 就是 就是悄悄的捐出去 这些你问吧 可能比较个人可以掐了 没事 对对对 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是那个 那个玩那个摄影啊 或者是那个那个 那叫cosplay还是什么 cosplay cosplay啊对 就是那些东西我可以imagine 就是你有很多 就是在hobby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吧 那你极箭以后是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的 哇 这真是good question 而且long story 就我觉得cosplay也是促使我极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就是抛出摄影之外 抛出摄影不说 就是cosplay需要很多很多的道具啊衣服 就比如说就是最近就是年轻人看那个啊什么创造影不是出来那个叫什么嗯就是拍罗莉塔模特的那个嘛叫谢安然 然后对他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夸张化了但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做模特的话呃就是要收集很多衣服 然后各种各样的道具袜子之类的就物质很多呃对然后后来就呃慢慢的realize就是觉得呃就是你玩cosplay就是年轻的时候玩一玩但是后来你就慢慢就步入呃人生了之后他就是不是一个可以能让你玩到老的一个事业啊你先不玩这个了吗对对对我现在就不玩这个了对OKOK 所以我现在就是所追求的一些嗯摄影之类的就可能就是更我想象的如果我更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就是更偏向呃艺术然后呃就是家庭生活呃画的就是比较有呃表达的东西了而不是就是cosplay了嗯对而对就是这个对肯定就是说我还是在慢慢放弃cosplay的路上 嗯嗯嗯然后会积攒很多东西然后我因为就是也是呃现实就是不再追求嗯cosplay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我一直在买不买但是我完全就没用所以就直接就呃我就直接觉得就是我与其呃烦恼太长时间然后或者与其想办法把他们卖掉就不如就直接把他们捐掉了然后就直接就就就就就马上这样拿一个袋子直接就捐掉了 就我没有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卖卖出去然后对或者就搞了一个garage sale就谁想拿什么拿什么就完事对就是我觉得那我真的真的对那我真的很羡慕你因为我有一些东西就说有一些衣服现在别跑了也穿不进去了但是他可以剪下来才穿哈哈哈哈可能有emotional emotional对对但是我不是每一件 我瘦我瘦的时候衣服都留着我就是可能有一两件然后可能就有几件衣服我就就一下一个是像你说的说啊我可以激励我以后变瘦 一个就是就是不舍得就是这对这些东西有感情但我就很羡慕你就对这些cosplay 东西因为我知道我觉得是非常爱的对但是你说嗯 嗯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照片对因为因为因为我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照片拍照就是我觉得就把它拍下来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让我最珍视的东西就是照片啊影像资料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脑子是不太好使的我记性反正不好如果我要是没有拍下来录下来的话我可能这件事我就忘了但如果拍下来的东西我都我都记得就是我画面记忆感很强 就是我对一个画面的记忆嗯比文字的记忆要强很多所以我觉得那些就是衣服我扔之前我都可以拍张照片照片我都有我自己存照片的体系嗯然后我都不会忘掉然后包括我这些衣服大部分也都嗯就是拍过然后就是我穿上拍过我觉得就OK了这就达了目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这些衣服的话嗯 嗯呃说白了就是呃拍照有的所以就已经拍完的话就就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呃它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已经是负的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在这里它对我的价值是负的它完全让我徒增反弹那我就是我扔掉一个负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对我带来了一个正价值的呃作用所以我就扔掉它捐掉它 然后特别便宜的卖掉它然后特别便宜的卖掉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因为我扔掉了一个负价值的东西嘛是的是的对嗯所以这种这种这种心态呃我我也是有的我我刚我刚卖掉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家具什么的我也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已经对我没有价值的我卖掉它是是产生价值的一个过程虽然我可能对十分之一就是嗯百分之十的价格我买的价格把它卖掉 但是你不能往往往以前像你以前花多少钱你得想现在它现在对对对对所有的那个那都是叫呃就是固定成本了固定成本它就已经在那里就无所谓了对就是往前看你越早的就是move on你才能越早的进入自己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一做一大事情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就是时间就是快快快就完事了就是一旦意识到了这个东西 就是负价值那就是快对对不用想太多对越想就越烦对就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我扔了之后我就瞬间就忘了那个情感就瞬间就没有了就我第二天睡一觉我就不记得我这个扔它的时候有多你的的情感就没有就是理智上非常认识到扔掉反而会给我带来正价值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的 难过的地方就是对于这些衣服什么的对然后是对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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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